好的 观众朋友大家好 您现在看到的是由龙氏新闻法治频道 每天上午和您如期相约的健康赛线帮 大家好 我是冰阳 大家好 我是军军 军军啊 你知不知道其实在众多的慢性病当中 糖尿病其实是众多的慢性病当中 在人群当中发病率较高的一种了 在我国已经有很大一部分人称为糖尿病患者 那在众多的糖尿病患者当中呢 他们有多种的并发症 其中有一种并发症 可以说非常的严重 到后期有可能会做到 类似于透析这样的治疗方法 也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而糖尿病肾病呢 一共它分为五期 每一期都有不同的一个表现 每一期呢都有不同的 我们可以说是应对的一个策略 究竟糖尿病肾病应该如何的去正视它 如何的去分辨它每一期的症状 如何去针对于每一期 去对症治疗 那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请来了一位非常专业的嘉宾 我们一起来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它 贾春宝中医博士主任医师 现任世界中医药学会联合会中医特色诊疗研究专业委员会理事 获国家专利两项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交流中心重点推广项目两项 北京同仁堂医院特需专家 哈尔滨贵生堂中医医院院长 贾老师你好 你好 贾老师好 贾老师我们刚刚讲到了说今天我们来主要讲了 讲一下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其中之一 也就是糖尿病的肾病 糖尿病的肾病应该在诸多的 比如说糖尿病眼病啊 还有糖尿病的这个足部的并发症 这些相比来讲糖尿病肾病它的严重程度究竟是怎样呢 糖尿病肾病啊 严格意义上划分的它也是一种血管病 血管病 糖尿病的肾脏的血管发生了硬化改变 肾的功能结构发生了改变 那么最终出现了肾功能不全 肾功能衰竭 就导致了透析 所以糖尿病肾病的这个病呢 对糖尿病病人来说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啊 并发症 很多人初期啊 不知道怎么的了 腿就肿了 尿尿有泡沫了 尿里有蛋白了 所以我们说这个糖尿病肾病呢 一定要注重什么呢 预防 要从开始我们就要注意 早期去发现 早期去做防治这些工作 不要等着 说不行了 透析了 你才害怕 那已经来晚了 所以啊 在我们医学上讲 预防大于治疗 预防你花一块钱 你要真治病的话呢 你可能花一百块钱 你都治不过来 所以预防是最省钱 又少遭罪 又效果比较好的一种方式 我们今天要讲糖尿病 这个肾病主要是强调 我们糖尿病人 一定要把这件事提高上意识上来 不能把它 还没事 我这一个没咋的 我这挺好的 我不就血糖高点吗 能咋的 你看我挺好 能吃能喝能抖 我眼睛没字 我能睡觉 我也没瘦 不就血糖八九个吗 我都五六年了 没咋的 是 你五六年的 从今天开始往前 你这五六年 你都没事 但并不标志的 你明天就没事 所以往往这个有事 就在一刹那 出来了 你俩眼一瞪 傻了 那又咋办呢 用这么多药咋不下去 那个糖尿病肾病 从有加号 从尿微量蛋白加号 从这个尿蛋白加号 到肾功能不全 到肾功能衰竭 这咱们粗略的分呢 就分四个了 那么这每一个过程中 都需要你严重视去注意 你都不注意 这会一下就到了 所以说呢 我们今天呢 在这里讲啊 让大家多注意 这个糖尿病肾病的预防问题 还有糖尿病这个肾病 一旦出来 很可能他好多和平症都来了 眼睛看不见了 脚也烂了 糖尿病足病了 我现在就有很多病人透着膝 脸都像灰腔腔的 一点血色都没有 然后脚还烂着 这边脚烂着 弄着脚的头 那边135 246 这边135换药 那边246去透膝 你说这日子怎么过 坐着个轮椅 天天的两家医院来回跑 所以啊 我们一定要想的多呀 不要给家人添麻烦 你都这样了 完了你说给你治还是不治啊 不治不好 治不是钱的问题 这家里人 你一个人整不动啊 推着轮椅 你得两三个人整他 在各个医院跑 所以啊 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啊 糖尿病肾病的 对我们家庭和个人 所造成的危害 是啊 这个糖尿病肾病 听起来就已经挺可怕的了 那如果再结合糖尿病足 糖尿病眼病等等 其他的病化症 极为一身的话 真的是想想就觉得 非常的可怕 那关于糖尿病的肾病 刚刚老师也讲了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绝病 可能就是肾部的 最开始的一个血管方面的 一个结病 如果不加以更多的 控制的话 很有可能 不仅仅这个肾病 要从第一期 像高速公路一样 很快就到达了 第五期 最后一期 而且你还可能 比如说烂脚 对 又出现了糖尿病 眼病等等相关的病房症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 引起相关的一个重视 说到了这么多的并发症 不得不我们再往前提一提 就是整体糖尿病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老师 糖尿病 目前在全国的一个发病率 包括糖尿病肾病 在这么多糖尿病患者当中 占的一个比例 它是怎么样的 这个并发症就得了呢 现在我们国家的糖尿病人 非常多 可以有人说 我们现在是糖尿病大国 我们糖尿病病人 在全世界首屈一指 老大 当然了 咱们什么都老大 是吧 不管糖尿病 咱们有很多病 因为我们人口底子多 人口大 人口重多 所以我们糖尿病人多 大约有多少呢 保守有点说 得一两千万糖尿病人 实际上 有人说 已经达到两个亿了 糖尿病人 那么两个亿啊 咱别说糖尿病肾病有多少 就是透析那地方去 你就看看 没几个是其他病人 全都是我们糖尿病病人 就是糖尿病肾病的发病率有多高 透析的你问吧 怎么来的 糖尿病 因为糖尿病得上以后啊 它的血管就容易变硬变脆 那么肾就容易损伤 它这个肾上的血管神 其他血管一样啊 那么容易合并成高血压 合并成 斑块 血管斑块 那么心脏也会出现问题 这血管都出现问题了 那么肾病不就来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个透析这个问题啊 你看现在很多 专门治肾病的 就是这个肾病医院 叫肾病医院 它干啥呢 不像原来 我得纠正你的肾啊 不让你透析 现在治疗目标都变了 现在我们的肾病医院 就干一件事 透析 你来吧 买那些透析仪 来了 都一个人一个我那一坐 透析 全是透析了 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 从这个市场这个学去看 说明透析的人越来越多 而你治肾病 你治不过来了 所以啊 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 不要把自己的这个肾啊 那么宝贝的肾 给推到了最后 门管门药的地步 都去透析了 我们还在最初的阶段 糖尿病阶段 就要努力的 按照医生的要求 去尽量的做好 让它晚点透 说我90了 透吧 是吧 透一年 走了 那你要说你40岁就开透了 你说你得透几十年呢 所以说啊 我们呀 不能不想 不想 有很多人不想 我就想吃 那个怎么说呢 昨天有一个病人说 我想吃咱就吃 我说你是卖皮草那个的 你有钱咱就想吃 咱就买 是吧 这不对 你想吃咱就吃 不行 是你该吃你这吃 不该吃你绝对不能吃 我们人活的这一生啊 从小生下来又上学 又到社会工作 其实学到就是一句话 知道什么叫该做 什么叫不该做 如果这事都没学明白 你这一辈子等于白来一趟 老师说的很有道理 而且讲到了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时候 老师说的其实让我觉得挺可怕的 说咱们能不能让透析来的更晚一点 但是作为一个比如说一个患者的角度来讲 我的天哪 这可能就是早晚都要透析的一个意思 这个事儿吧 你得辩证的看 人生了就得死 我们不怕死 但我们要想 我们痛苦的时间怎么能做到最短最短 那就是我们努力的结果 说你得糖尿病了 那你既然已经得上了 那你就可能出现各种核病症 眼病肾病 足病 脑病 心脏病 那你让他往后推 说咱90岁了 说咱91去世 90岁核病症都来了 来吧 家里人紧着推你上轮椅 能推你一年 咱没给家里添多大麻烦 你说你要真是像我刚才说 40岁你就坐到个轮椅 天天医院去透析去 完了这时候眼睛还看不见 这脚趾头带烂凉 你说你给人添多大麻烦 那可不是三两年 三两年两年就死 有的人透析可能透五六年才死 这五六年 你得耗费家里人多少精力 不仅仅是精力 可能还涉及到很多很多的金钱方面 老师 刚刚我们讲到了糖尿病 其实有四期 你也讲到了一个治疗方式 是透析 当然了 透析是很多我们的这个病友朋友 不希望所看到 也不希望自己所经历的这样一个治疗 一个方式 那么糖尿病 肾病的这四期 不同的这个期 不同的阶段 有没有什么样更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呢 比如说我最开始 刚刚发现了一点点 我可不可以不透析 然后不仅仅通过饮食 运动 生活习惯 还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方式 然后到最后一期了 除了透析之外 我还能做什么 还有别的招吗 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初级阶段 就是把这个问题解决的萌芽状态 所以我们怎么办呢 糖尿病病人要经常的两三个月就到医院去做一个尿微量蛋白检测 做一个肾脏的采钞 查一个眼底 为什么要查这三项 尿微量蛋白如果减出来了 你的肾病已经开始了 如果尿微量蛋白没有 我做采钞 看你肾脏结构 你的结构已经发生改变 但是你的功能还没变 所以咱这个衣服啊 虽然是掉了个扣子 但是咱们穿着呀 还能打寒 这还没大问题 咱把扣缝一缝 这就行了 如果这个采钞看的还不明显 我们看看眼底 眼底血管有没有硬化 有没有斑块 它要有改变了 证明你肾脏也有了 但是只不过这比较早 所以一个比一个早 还有更早 就是我们呀 得上糖尿病了 你就认真真真地管住血压呀 管住你的嘴呀 别猛吃猛喝呀 吃个饭可快了 人家病人说 我说你吃饭有多快呀 他媳妇说 有多快我跟你说 我做完饭了 放桌上 我还没等上桌的 他下桌了 就这么快 吃完了 他那个馒头啊 放到他那嘴里头 他自己描述 我没有嚼 放到嘴里 掉起来 就进胃里去了 就那么快 所以我说 那你不能慢点吗 他说我也想慢 慢不了 所以你怎么办呢 你就得认真 慢不了 你就把你的馒头啊 掰一点一点往嘴里放 你别的一个馒头 可以放 但他空着不入 那不都咽肚了去了吗 你掰一小块 扔嘴里吃点菜 这样呢 就得养成这个习惯 不要说我不能 不要说我做不到 你做不到 你不能 其结果就是 您遭罪 你种啥因 得啥果 你种的因 就是遭罪的因 那你不爱护你的身体 最后你不遭罪吗 所以你啊 一定要少吃慢吃 这是源头 这是最根本的 当然了 像冰阳刚才说 那我已经得上肾病了 咋办呢 能不能救我啊 当然医院不就是治病救人 对吗 还得救你啊 我们不能说 老王 你别着急 等着 等着你 透析了 我这有透析仪 你来吧 这个就不太人道了 是吧 我们每一步都得去尽力的去救病人 实在救不了了 最后一步透析了 那就没辙了 所以每一步嘛 你要是尿微量蛋白有加号 赶紧用药 这时候用点汤药 很快尿微量蛋白下去了 如果要是你尿蛋白有加号了 这也来得及 一个加号 两个加号 三个加号 四个加号 都来得及 就是到什么时候呢 肾功能衰竭了 肾功明显升高 这个全身腹肿 这个身体内造蛋白的 合同蛋白的功能下降了 低蛋白血症 全身腹肿 这个时候就比较难了 这个时候 这糖尿病 肾病是最难的阶段 可能病人还伴有心衰 肾衰 肺衰 腿肿 甚至脚还烂 所以这时候是最困难的时候 如果这一仗要打输了 咱们没救过来 那就不行了 前几天 我有一个病人 那来了 那脸都发黑 肾功能衰竭 心脏衰竭 防颤 这个脚还烂了 喘不来气 那个病人问我 大夫 你能不能想办法留住我的脚 我说 先生 现在不是留你的脚的问题了 现在我得想办法 能不能把你命留下 保命 我要留不住你的命 你的脚我还要它有什么用呢 他说那你我脚要没有了 我就不能上厕所了 哎呀 我说先生啊 你想的太远了 当下咱们看看 这几个礼拜能不能把你留下 留不下了 您就得走了 他还不太理解 眼睛往上看 看着我 人家属都听明白 他没听明白 经过四个多礼拜的努力 没救过来 人走了 真是没救过来 心衰肾衰 那么严重 你救不过来 中西医结合 全部都上去了 救不了 就来不及了 那就是说 他根本都没有意识到 他现在的病 已经到了很严重的阶段 对 他不知道多严重 家属都明白了 家属听完我讲那个说了 我们知道 我们刚出院 医院都不给我们治了 就让我们回家了 说回家你等着 完了 你们找一个医院相应的 别说一点不给治 一点不给治 他不闹吗 你给治治 反正也救不了了 看看能不能咋样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看着这人生 你发现了 真是无奈 你家有多少钱 没用 你家有当多大官也没用 你有多少学问都没用 所以说知识 知识 知识有没有用 有用 在这时候看着 你的知识等于零 你救不了 你的亲人瞪眼睛看着 他慢慢一天病情恶化 最后走了 你能帮他啥 所以说 我们一定要从最初阶段入手 控制好你的和平症 控制好你自己这些 吃行住 包括你的脾气 还一天五闹三闹的喊 这么多 我就瞅他不顺眼 最后你瞅谁不顺眼 自己都不顺眼了 哪都完蛋了 还瞅人不顺眼 就是因为你老瞅人家不顺眼 你的血管老崩崩崩 老收缩 结果把肾脏崩坏了 所以你伤别人的同时 其实没伤了别人 就是伤了您自己 非常感谢贾老师 这一个时段的解答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刚才听贾老师说的 就理解了一个 就是千有万有 都不如有一个好身体 而且不管在什么时候 一定要提前预防你糖尿病 肾病 我们想知道 老师刚才说 出现一个加号 什么两个加号 三个加号 我们怎么才能知道 我们出现了个加号 就是说我们要做定期的检查 对 要定期做检查 经常的到医院 做一个尿检 做接点尿检检 看看里面有没有蛋白 有几个加号 一旦有苗头抓紧治疗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有时候我们这些老糖尿病病人 就是年头多的糖尿病病人 他都没上了 都对这个东西都不感兴趣 他觉得没啥 就是这样才容易出事 挺好挺好 啥事没有 突然一天 从头脊子走到脚 一天就走 突然一天就能 突然就走 所以这很可怕的 我有一个年轻的肾病病人 二十几岁 突然的 就礼拜天还啥事没有 礼拜一早起来就肿了 肿就肿的 越肿越厉害 然后就送医院去了 到院一查肾功能痠疑 就找不出什么原因来的 而且机干尿素弹齐高 他家属弄这个车拉了 说那个中医看能不能救过了 我一看 机干尿素弹高到正常值的几十倍 完了 我说来不及了 你赶紧先去 你再晚就昏迷了 赶紧上西医 抓紧透西 要不过一会就昏迷了 所以非常速度快 所以我们一定要注意 因为很多病不给你喘息的机会 你说我没事 是你没事 是你没事 但是一旦事来得非常快 所以我们平常一定要做好 早睡早起 按时吃饭 别鸡一顿饱一顿 别猛吃猛喝 老要享受 我们现在有钱了 人就有一种观点 我得享受 我得享受 什么叫享受呢 把好吃的都弄在肚里去 把你挣的钱都给你挣在肚里去 这就叫享受吧 人真正的享受是精神的快乐 你精神不快乐 吃到肚里有什么用啊 最后你透析了 你俩眼睛都看不见了 你说话都说不上溜 有的人说话都说不上溜 心衰 肾衰 说话都没有力气 这气我喘气 喘不上来 喘到这下不去了 半口气 你说你哪有质量啊 你的幸福写在哪里啊 所以幸福不写在嘴上 应该写在你的精神里 所以说我觉得咱们这个节目 我们的节目的名字叫做健康在线帮 我觉得名字首先取得特别好 我们不是在在线的帮大家 说我隔着屏幕就能给你治病 给你吃药 给你治好了 我们在线帮助大家是什么 是提高大家的健康和这个养生的一个意识 提高意识 这个是最主要帮大家的 就像这个糖尿病的肾病 如果前期没有更好的一个意识的话 就像老师大多数的糖尿病 你想全国有 如果实际有两个亿的人群的话 那有意识的人有多少 没有意识的人又有多少的 觉得自己尿糖就是糖高了一些 就不去看如果自己的肾部出现问题 也不在意的话 那么将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呢 所以说老师如果你看这么多的人 他有这个意识 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这种意识 而且呢在很多偏远的地区 像一些乡村的农村呢 他们的医疗条件也并不是特别的发达 不可能一年去好几次医院进行体检 那么如果在那些偏远的地区 或者说医疗条件并不是发达的地区 这些糖尿病的患者 他怎么能够发现自己得了糖尿病的肾病呢 身体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不同呢 其实这个自我观察也有很大的帮助 你比方说看看腿啊 肿不肿啊 哎 看一按早上起来 腿肿了 这肾病来了 再一个你尿尿 有泡沫 尿完了以后 别着急冲 哎 尿完看一看 因为你有糖尿病啊 那么你要注意一下 你尿尿有没有磨 磨多 就肾病来了 才有呢 现在也比较方便 说我们天远 我们那地方不能老去做化验 上那个药店呢 卖试剂盒的地方 买点试剂条 就是撤尿蛋 买那条 哎 你尿尿隔一阵呢 你弄一个条 一查 隔两月做一次 自己在家就能做 这个就很方便了 还很便宜的 就能检查了 我们的健康这个问题啊 不在那我们有没有条件 关键是我们有没有想法 主观能动性 哎 你有这个想法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没有这个想法 咱们大城市怎么的了 也不行 就想健康 要健康 能健康 呃 我们来看一看我们平台上朋友们的问题吧 嗯 来看一下 好 我们有个粉丝说啊 他说我奶奶得糖尿病20年了 一直保养的还不错 可最近几年就是老实种 哎 就刚像老师说的那样 他说还有今年啊 得是今年这视力也下降了 去年还有过冲雪的现象 他说去医院检查了 尿 尿 尿里边的蛋白含量正常 尿素含量有 呃 应该好像是13.6膜而每 尿素 每升啊 他说好像很高 是不是糖尿病肾病了 如果是的话 暂时吃点什么药好呢 还有就是消炎药 吃什么 呃 吃 还问问吃什么消炎药好 他想问问红莓素可不可以 啊 所以他这个病人呢 尿素蛋已经高了 13点多了 已经快接近一倍了 所以肾功能已经出现不全了 没到衰竭 尿蛋白他可能没查出来 呃 但是他没查尿微量蛋白 建议这个观众啊 你领你奶奶查一下尿微量蛋白 呃 所以他这个肿呢 还是跟你这个肾病有关系 啊 同时呢 他还说他这个眼睛有出血了 说明眼底的血管也出现问题了 再一个 他也这么大年龄应该查一个心脏 做个心电 做个心脏的采钞 看看新功能如何 所以啊 他这个肿要关系到心脏肾脏 哎 这两个脏的功能 都要一起查 抓紧治疗 这个病呢 是一种啊 血管损伤伤性疾病 不是用消炎药就能解决的 吃红莓素呀 什么绿莓素都没有用 所以得去治疗这个肾功能 增强肾功能 你才能把那个尿素蛋降下来 啊 不必吃消炎药 所以这个问题呢 我再告诉一下呢 就要豆制品 嗯 像瓜子花生开心果 这类坚果类的东西 植物蛋白质 尽量不吃了 尽量不能吃了 尽量不能吃了 越吃这个肾脏功能越厉害 所以呢 呃 要注意这些问题 抓紧领这个老太太啊 到医院做一个系统的检查 积极进行治疗 把这个尿素蛋降下来 嗯 这个控制尿素蛋 是治疗草药病肾病的一个 呃 很重要的一个标准 是吧 对 来看看我们在平台上的问题 因为我们节目呢 是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 那大家可以通过屏幕下 帮的这个方式 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 嘉老师就可以在现场 为大家打理解惑了 来看看这位朋友 拨打了热热电话 他说了这样一个问题 他说老师 他说他糖尿病已经十来年了 一直是吃药在控制 但是今年的血糖控制并不太好 两个小腿有的时候会肿 请问一下 这个是糖尿病的肾病吗 糖尿病肾病好治吗 这个病情发展快吗 他说他听说糖尿病肾病治不好 只要得了糖尿病肾病 就没有逆转了 呃 他这个问题啊 就是腿已经肿了 有可能是糖尿病肾病 也有可能是糖尿病的足病 所以呢 他得去到医院去 做尿微量蛋白 做深攻 做检查 呃 同时还要观察心脏 看心脏有没有问题 同 然后呢 还要做下肢血管踩超 积电图 看看血管有没有问题 所以他到底是肾病来的 还是这个 足病 足病来的 还是心脏病来的 要进行一下排除 这个检查 至于这个肾病呢 好不好治 嗯 按西医学讲啊 肾病是控制 不是根治 哎 因为他是逐渐逐渐的发展的 这个道理是对的 就像人一样 人你要长到50岁了 你有病了 你说我有个病 我一下过治到20岁 这不可能 那我只 医学只能保证你呢 让你慢点的出现问题 哎 让你 应该说70岁 80岁 这样你才出问题 就是让你晚一点 并不能让你不出问题 所以说呢 这个病的治疗的目的 主要是让你肾功能衰竭 晚来 不能保证你永远不来 所以我们不要对这些的 所谓的结果 不良的结果 不好的结果 我们发生恐慌 没有必要恐慌 每个人都是这样 生下来若干年 20年 30年 40年 50年 一半过去了 然后剩下的一半是越来越差 最后走向死亡 这是一个正常现象 你不能因为我们知道了 100年以后 我们要死亡 我们 小孩也不吃了 也不喝了 学也不念了 这叫人生吗 这不叫人生 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 什么叫人生 是的 贾老师说的 非常有道理 我们的节目呢 是电视网络同步直播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呢 是唐教兵的肾病 如果 但是之前的 您也有相似的这个疾病 类似的疾病 有相似的问题的话 也可以和我们节目组 通过屏幕下方的方式 取得互动 我们将在节目当中 解答您的问题 进入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好 大家观众朋友 欢迎回来 您现在看到的是 正在直播的健康在线帮 您的健康 我们来帮 大家好 我是冰阳 大家好 我是君君 有很多粉丝朋友 在这个微信平台里提问 他想说 这个到底要怎么提问 实际上他提问的方式 就已经 你可以就在我们 微信平台里互动 把您的问题发过来 然后我们可以把您的问题 转达给这个贾老师 请他为您解答 大家可以扫描 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这个平台以后 把问题直接发过来 就不要再 再问说 你要怎么提问了 说这个提问的时间 是很宝贵的 那我们直接来问一个 我们这个提了问的 那个粉丝的问题 他叫安雪赫 他说健康在线帮 他说有糖尿病出现尿蛋白 始终不下去 吃了好多糖药 再吃什么药 能把尿蛋白降下来呢 他可能问题问的也不是很清楚 他就说他已经有尿蛋白了 但是他就始终没降下去 这个蛋白尿 就是尿蛋白 尿里头出现蛋白了 这个往下降 是比较困难的 但是我们必须努力的降 当然了 你除了找医生吃药之外 你自己还得做好 就像我刚才说 豆制品 植物蛋白质 瓜子花生开心果 豆芽 豆角 豆浆 豆奶 什么芝麻酱 这些你都不能吃 必须严格控制 说不行 我就吃一点 吃一点也不行 吃一点 你大夫吃了好几周药 就白吃了 我们有一个病人 从三家号降到半个家 后来突然一下子就两周 就变成又撒家号 就找不着原因 找来找去 想了半天 哎呀说那是不是那天 我们同学聚会了 那个桌上有那个叫什么 绿色的干豆腐 这是非常没有污染的 我们同学说 这好给我卷了一块 我说完了 三四个礼拜的汤要白喝了 你让干豆腐 盯我三四个礼拜的汤药 你这不玩的吗 我说你下次一定要注意 还有我们这个买那个煎顶啊 买那个那个两河面的那个干粮啊 要看一看 问问人家这里面放不放豆面 放豆面你都不能吃 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从细节入手 不要广说 我就找医生了 这医生很神的 吃他药都能好 医生没有那么神 你这边医生给你吃的药 你那边在吃这个豆制品白扯 这药白喝 所以你这个情况 吃了好长时间的药没治好 是不是您自己也没做好 这可能有原因 希望我们在治病的时候 要谨遵医嘱 这个豆制品就是糖尿病 肾病的一个禁忌 对禁忌 一个大忌了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肾部啊 肾的一个负担 你看平时我们都讲 这试药三分毒 比如说用一些吸药的话 可能就会对肾脏造成一些负担 不仅仅是药 还有一些保健品 包括负荷维生素啊 等等的这些 这些类似于片状的保健品 大家都说都会给肾脏造成负担 那么是不是糖尿病 肾病这样一个并发症的患者 他这种保健品的药啊 都应该适量了 对你保健品这个问题啊 现在比较多呀 有的人来看病的 那他保健品拿着一张纸 写着密密麻麻的保健品 我说您能吃过来吗 哎呀 这个好啊 这是那个瑞典的 这是美国的 这是日本的 是 你到国外看看去 人家那个国外也不那么吃保健品 斜了门的 怎么保健品到我们中国了以后 这家伙没完没了的吃 都吃饱了 你把这些东西都拿去 给医生看看 到底你该不该吃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一日三餐弄好了 一日三餐你弄不好 你说你吃保健品 你本末倒置了吗 当然我们不能把保健品一棍都打死 需要吃保健品的人 当然吃一些有好处 如果您的饭都没吃好 你吃了个保健品 能盯饿吗 能盯你那些问题吗 能解决吗 所以我们思考问题的时候 不要走偏了 还要认认真真地 脚踏实地地 做好自己该做的 所以我 我对保健品的理解 吃保健品这帮人的思想 就是不愿意自己脚踏实地地做 就想靠着谁 我靠着保健品 我就啥病没有 可能吗 事都是自己做的 一定要从自己身上下功夫 所以那句话总说 求人不如求己 求自己 好好做 我做好了 我这些病就没了 来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的问题 刚刚蒋老师讲的也是真好 说的特别好 对 好 我们平台上有个叫面包超人的粉丝问了 他说我妈糖尿病九年了 他说现在尿里有微量蛋白 他说尿微量蛋白是两个加号 他想问问现在可以吃什么药能降下去 尿微量蛋白已经出现两加号了 说明这个肾功能已经出现问题了 蛋白都漏出来了 这蛋白怎么出来的呢 我们正常肾呢 它有回收功能 它那个就像个过滤网 我们肾其实就是一个过滤网 你代谢后的这个液体走到肾脏以后 它把有用的给漏出来 就是吸收回来 从吸收 那么他这个网眼太大了 蛋白质就掉出来了 说明这个肾脏的结构出现问题了 那么这时候怎么办 抓紧去上医院进行治疗 不是说吃点买点什么药 因为糖尿病的肾病都比较复杂 中医治疗需要辩证实质 没法告诉你买一个什么药 不能说你去买点什么什么药 你就吃吧 因为你既然得了这个病 而且这么长时间了 我估计也治了 可能是也买了药吃了 效果不明显 我建议你还是找中医去摸脉 辩证实质 然后用药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的 这位朋友的问题帮他解答了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下一位 这个在我们平台上来问问题的朋友的问题 他说他是一类的一型糖尿病 16岁得病 到现在已经有12年了 他现在才28岁 28岁已经得了12年了 最近还是位女士 最近刚生完孩子 孕期的怀孕末期出现了子癫 然后他说蛋白尿的四个加号 高血压 现在休息在家里面 那个血压不是很高了 但是还是有尿蛋白 一个加号 像他这样是不是糖尿病肾病 一旦发现会不会就好不了了 书上说五六年之后就会出现肾衰 接下来就是尿毒症 化疗血透 他说他真的太害怕了 他刚刚生完孩子 所以这位观众 你这个任务比较重 刚生完孩子 你尿里还有蛋白 你同时还有高血压 是糖尿病肾病 高血压肾病 这两种糖尿病也可以导致肾病 高血压还可以导致肾病 都可以出现你的尿蛋白增高 所以你这个治疗呢 就高血压也得治 肾病也得治 糖尿病还得治 所以啊 建议你认认真真的喝点汤药吧 把这问题控制住 因为您的宝宝太小了 您怎么还得呵护他一段时间吧 所以啊 您不要光看着那个不良的结果 说人家过五年以后 这个肾病都得透析了 衰竭了 您现在努力 不要想着那个坏的结果 您努力才有可能成功 如果您不努力不去治 那结果肯定是不好啊 所以说呀 我们一定要做一个行动起来的人 不要做一个空想就 是啊 老师说的也非常对 这个朋友他真的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 你想想他16岁就得病了 已经12年了 现在28岁 刚刚生了孩子 现在面临这种情况 我想他的内心是应该是很崩溃的 自己也特别希望能够好好的照顾孩子一段时间 老师你看说到了这么年轻 16岁就得病 那我们不如就跟大家讲一讲 关于这个糖尿病遗传方面的一个问题吧 不可能16岁的时候无缘无故 正在上初中高中的一个年纪 他就因为生活饮食的习惯 得了这个原发的糖尿病 应该就是遗传的一个问题 他这个糖尿病叫一型糖尿病 什么叫一型糖尿病呢 就是不打胰岛素不行 我们要是简单计 一就是依赖 依赖谁 依赖胰岛素 咱们一吧 依赖胰岛素 这样的糖尿病 就不打胰岛素 你不成了 你就得打 不打胰岛素 吃什么酱糖药都不管用 这就叫一型糖尿病 这种一型糖尿病原则上遗传的概率非常低 二型糖尿病遗传概率比较高 那他怎么得的呢 一般都是自己得的 像暴饮暴食啊 一线炎啊 暴饮暴食啊 还有发高烧 病毒感染啊 还有一些不明原因 咱也就因为这个人得病这个问题啊 这个原因 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病究竟是怎么得的 对不起 现在你还真就整不明白你病怎么得的 这就是我们人的一大困惑 有的人啊 很很不那个高兴 说我上医院去了 我什么检查都检查完了 喝家伙就怕把医院那个 那个不不 那各个屋都走一遍了 结果怎么样 大夫没找出我病咋得的 大夫也不是神 真被找不出来你的病是咋得的 所以说这个问题啊 你的这个治疗当下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们说啊 这个平时我们饮食 这个生活规律一定要做好 不要说突然来了 你说你怎么办呢 像他这个这么年轻 你一定要控制好饮食 我们没有糖尿病的病人呢 也要注意 尤其有家族史的爸爸妈妈呀 哥兄弟呀 姑舅姨呀 有糖尿病的 我们这个人一定要注意 吃饭一定要少 一定要慢 当然不能少的 这只饿的大话 那不行啊 这些糖不要那样 吃不饿就可以了 还不要快 不要像抢饭似的 还要心情好 别啊一天呢 七个不服八个愤不愤的 愁哪都不顺眼就我好 我就是对的 你们都不对 丑谁都不对 孩子也不对 老婆也不对 爹妈也不对 跟谁都不对 同事也不对 这样就不容易啊 让你早早得得上糖尿病 宽以待人 言语律己 为什么要呢 宽以待人 你不生气 言语律己 你有了错误 你自我检讨 你也没有郁闷啊 我昨天错了 没事我今天改过来 你看看 心情快乐吧 幸福就在约束自己当中就产生了 好的 非常感谢贾老师这一个时段的解答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 我们进入一段广告 马上回来 大家好 我是冰阳 大家好我是君君 刚才其实啊 我们贾老师已经给我们一些粉丝 回答这个问题了 但是我们这粉丝 还在这个平台里不断的问啊 是老师这到底要吃什么汤 要怎么吃 问了好多好多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都是应该因人而异的 所以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 您可以在平台里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我们在节目之后 请贾老师给您做这个一对一的解答 嗯 这是很好的 嗯 来看一看通过博打我们热心电话就位朋友的一个问题 他说 他的空腹血糖为8.2 餐后的血糖是9.4 血脂高血糖是32 腹痛检查为糖尿病肾病 可以治疗吗 想问一下贾老师 嗯 他这个还没广说他血糖高了 他说他自己糖尿病肾病 没说尿蛋白肾功怎么样 嗯 没说 但是他还伴有腹痛 这个腹痛啊 这个问题就比较复杂了 所以我建议这个病人应该到医院进行系统的治疗 控制血糖 哎 他餐后血糖倒不算太高 餐前血糖高 啊 认真的调理一下 调理之后呢 看看结果怎么样 但是他必须要少吃慢吃多运动了啊 肚子不疼了就得运动 你现在肚子疼没法运动嘛 所以啊 少吃慢吃你还可以做到的 那么积极地进行治疗 这种情况啊 通过医生和病人两项努力 医生给你用药 你呢 这个少吃慢吃多运动 这样使你的血糖有可能降下来 有可能降下来 什么意思呢 降到正常值 而且将来有可能不吃药 靠你自己的努力 你就可能使你的血糖维持一个比较理想的素质 这是啊 治疗的真正目的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啊 一定要自己多努力 哎 把这血糖控制好 别一看血糖降下来了 又想吃啥又想喝啥了 这样很不好 嗯 好 我们有个粉丝说 他自己的呃 应该是他自己吧 他说尿素淡12.7 肌肝275 有糖尿病 左心房高电压 皮肤痒 血脂2.4 贫血 请问肾病严重 他这个问的问题都是很简单的 就是说指标 然后说什么 他这个呢 具有糖尿病 肾病 心脏病 高血压 嗯 还有皮肤骚痒 所以说皮肤也痒 他这个问题比较多 他还说他有贫血 嗯 因为他还有这个血核蛋白低 贫血 所以他这个肾病重不重 挺重了 糖尿病肾病后期都贫血 所以这个病人 这个贫血是因为糖尿病肾病导致的 肾病导致的 肾病合成蛋白合成不上来了 那么他就贫血了 所以我建议这个病人呢积极进行治疗 一定要不要放弃 振作起来 一定要配合好医生的这个治疗方案 那么你才有可能成功 因为你现在就在这个关口上 你要不迅速努力 它那个肌肝都200多了 你要达到500 那可能就回不来了 达到1000 那基本就得透析了 所以我们这个阶段 一定要快点抓紧时间 有可能你能成功 嗯 好的 谢谢老师 我们除了这个说到糖尿病肾病到后期的时候 有会会涉及到这个透析治疗之外呢 在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 也说到了大家注意一场的一个饮食啊 作息啊 生活习惯呢 等等等等 那么如果在我们饮食生活习惯各方面 都非常的健康的同时呢 我们加以这个在糖尿病肾病初期 加以一些中医中药的这些条理 会不会更好一些呢 这有一位朋友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嗯 他说中医用什么方法治糖尿病肾病 中医用什么方法 中医就是喝糖药啊 对不对 因为方法简单 就是用糖药 用什么糖药 对 那就每个人就不一样了 为什么那么复杂呢 因为你每个人都不同 体质不一样 所以中医讲究辩证实质 这个辩证 那个证是谁啊 就是您 辩您 辩您的啥呀 你的所有的 什么饮食起居啊 你的心情啊 你的各种指标啊 还包括你的口干口渴啊 怕热二变呢 这都得在内 辩您的证 把您这些所有的信息 用现代的话说 就您身上继续 凝聚的所有信息都拿来 通过中医辩证思想给你辩 辩完以后看看是哪个 说是脾肾阳虚 那我们当然是真五汤了 温慎壮阳啊 所以你脾肾这个气虚 那我们就补气健脾了 什么补中医气汤了 所以我们要根据你具体情况 到底是什么证来给你用什么方 用什么药 而不是用啥法了 法简单吗 那就是中药吗 辩证吗 所以啊 早期 这位观众说的好早期 就你糖尿病阶段 你没出现任何和平症的时候 这时候才是我们预防和平症的最佳时机 你经常找中医看一看 摸摸脉 看看心肝脾肺肤症 哪脏器有什么不平衡 不协调的地方 调一调 吃两周烫药玩活 过一阵子 再没啥事 再找中医调一调 这样的话呢 您得这些和平症的这个概率啊 就非常低了 祖国医学还是博大精深 防患于未然提前介入 提前就把这个身体调一好了 那好病症自然 它就来的更晚一些了 继续来看一下大家的问题 好 我们这有一个粉丝啊 他说他男50岁 糖尿病史15年 他说最近这医院诊断为糖尿病肾病四期 他说糖尿病肾病四期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已经非常严重了 我还有希望吗 糖尿病四期了 很严重了 还差一步了 就到五期了 吓我一跳了 所以怎么办呢 希望你抓紧吧 这个时候不要慌 一定要去做 恐慌是没用的 抓紧去找医生去治疗 中西医结核治疗 刚才这个我突然想起以前我一个病例 所以我们治糖尿病肾病很难 治好了以后保护非常重要 这个病人呢 当年是 就糖尿病肾病 救不了了 因为他各个脏器功能都不行 就让病人回家 说你这不行了 回家吧 他是一个老板 做生意的 有几家公司 他当时就把所谓的他家所有的各个密码 各个什么有用的都交给他媳妇了 因为他要不行了 胸水 心脏 心包积液 腹腔积液 后来吃中药 治治过来了 他又把那些银行密码什么他都要去了 他喜不气的吃饭 说你看你这不要命了 这刚好你又都要去了 完了他就坐飞机 他那公司在青岛到青岛了 到青岛还是不要命的工作 结果两月突然这一天全身走了 飞机也上不去了 走路也走不动了 然后给我打电话怎么办 我说怎么办 我摸不着你卖 我怎么办 他说我在当地找个医生治治 在当地找医生治治 四个礼拜 他媳妇打电话说过去了 通过这个案例说明什么问题 我们一定要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 你好不容易糖尿病肾病救过来了 你没透析 你就应该认真真真的 别再被那些外在的钱物累的了 累的都不要命了 结果把命 命也没了 钱物也没了 最后你也带不走 是啊 老师说的真的很对 你像如果到了那种程度了 为什么还要拼命的去工作 去追求身外之物呢 自己的身体和健康 其实才是最重要的 他是以为他自己好了 对 他以为他自己特地好了 他觉得他自己 心心很开心 开始崭新的人生 我又开始发展我的事业了 我感觉他这种就有点像人说 那个穷人诈富 他本来当时觉得已经没有希望了 一下子好了 简直豁然开朗 然后就又全忘了 是不是 就那种 所以其实老师说的特别对 不管到什么时候 你千万不能觉得掉以轻心 这个病 他不是说完全能治好的 他可能还会发展的 来看一看我们平台上 其他朋友的一些问题 这位朋友他说了 说他父亲七年前被查出来是糖尿病 一年前又查出来是糖尿病 肾病 他现在很想知道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治疗糖尿病肾病效果比较好的 如果有的话 希望老师告诉他 这个呢我们在节目 这整个这个一个小时当中 我们说了很多这种方法了 那就不做过多的解释了 这位朋友可以回看我们的节目 来看一看别的朋友的问题吧 好我们有粉丝说他我父亲七年前被查出来是糖尿病 一年前又查出糖尿病肾病 他说都是这样 他说我想知道有没有什么治疗方法 对糖尿病肾病治的比较好 基本上都是这样 我们现在有一个粉丝他问了这样的问题 他说糖尿病肾病 他自己就是个糖尿病肾病患者 吃什么比较有益于治疗和控制 他说有没有专门的菜谱 平时生活中要注意哪些才有助于康复 这就是预防治疗的生活中啊饮食啊 生活中啊一定要注意 坚果类的东西 就植物蛋白质坚决不能吃 不能用 一定 所以一点行不行 一点也不行 因为那一点就可能两点 两点就把你肾油弄坏了 同时要积极的到医院去检查 看看你的肾病恢复情况 然后还要积极的进行治疗 平时我们吃点啥呢 我们家里头比较好的呢 就是山药 我们主张用山药啊 山药这个 它既是食物 它又是一种药 你经常吃它 对你这个肿啊 肾病啊非常有帮助 张中景就用这个山药治啊 肾病治了好多人 所以别小看见 哎呀那个山药能怎么治 那不就是那个铁棍山药吗 那就是一个食物 但是它确实是治肾病的一个好药 这药是同源的一种 铁棍山药啊 对铁棍山药 我听我们有个同事说 她妈妈就是那糖尿病特别严重 好像也有糖尿病肾病 每天她说都吃一小段这个铁棍山药 而且说是特别能坚持坚持的非常好 现在她妈妈应该已经是很多年都还维持的很好 这个山药啊 它本来它处理的时候 一般你处理山药是不是都要戴手套 不然的话会过敏 皮肤会过敏 之后呢这个山药本来它就是无味儿 吃起来口感的虽然说很好 但是味道就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一些味道 那不如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些打汁的教程 加一些别的一些东西在一起 可能味道就会好一点是不是 但是这个东西打汁和那个直接吃 就看你加啥东西 不能加糖 不能加糖 那没有办法 还是清炒清煮这些更健康一些了 清淡才是真正的人生 来时间紧迫 我们为最后一位朋友来看一看 好我们有个粉丝说 父亲患有糖尿病肾病 现在身上很肿 他说喝进去的水已经成水肿了 他说是喝进去的水 可能是他说还很喘 他说有时候晚上睡觉时整夜都不能入睡 他说想问一下 这种病除了透析 还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他身上的水给排出来 这个病人不知道他现在透没透析 如果没透析 他现在糖尿病的肾病已经很严重了 同时伴有心脏病 同时还伴有胸腔可能有肌液 心包也可能有肌液 甚至肺也可能有淤堵 所以这个病人的病非常严重 可以简单说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所以抓紧治疗 看看能不能救过来 如果救不过来 那该透析的时候也得透 因为透析能迅速的把你的水排出去 尿素蛋排出去 人就能暂时活下来 如果不透析可能人就得走了 所以有时候我们人面对这个疾病的时候 也是束手无策的 老师啊 你看我相信很多得了糖尿病 肾病的患者 可能随时随时正在医院进行透析 看着我们电视的节目 还有一些患者的家属 也对这样平时的照顾 这个糖尿病肾病的患者 也是可能是操碎了心了 对于他们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的 哎呀对于我们这个家属啊 我们得有足够的耐心 但我们也得这里边表扬一下 其实我们的家属很苦恼很痛苦 因为看着这一个病人透着息 又没有希望 一天比一天差 因为越透析时间之后 病人事越多 而且病人时间透析长了 他还有一种心理病抑郁症 他不讲理 他还骂人 他还作 所以啊 我们在这里啊 替我们的病人谢谢这些家属们 感谢你们这些家属这么多年对我们的病人的照顾 但是我们的路可能还要走一段 希望大家再坚持一下 嗯 好 我们这有个粉丝啊 他说他糖尿病尿毒症 鸡肝1300多 不服中 有尿透析还是不透析更好呢 他问问 1300多了 起码说暂时先做一个透析 嗯 然后呢 透析的过程中再配合中药 看看能不能让你这个问题逆转 因为他的1300是很高了 所以我建议中西结合 鲜透的西这边用的中药 然后看看结果 能不能救过来 现在我没有太多的把握 哦 他这个糖尿病已经是肾病到了尿毒症的一个状态 1300多已经非常非常高 非常高了 今天我们讲的是糖尿病的一个肾病 嗯 其实除了糖尿病肾病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并发症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珍爱自己的一个身体 能够越来越健康 让这个糖尿病的并发症来的更晚一些